区块链故事 3. 佛罗伦斯账粉体系 文化复兴时期的佛罗伦斯如何实行全民记账? 佛罗伦斯记账体系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1. 全民记账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斯每个市民基本都有属于自己的账本。 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大账本,和区块链账本,本质上几乎一样。 当时没有任何的中央清算机制,天然做到去中心化。 2. 法律保障 佛罗伦斯的法律对赖账有严厉的惩罚。 一旦有账务纠纷,法官会要求当庭对账。 如果发现有人胆改篡改账本,将面临严峻刑罚,严重者甚至判处死刑。 3. 账本溯源 佛罗伦斯人朋友聚会不只是喝酒聊天,对赖也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当时流传一句话,经常对赖、朋友长存。 4. 每个家庭必备三个账本 5. 流水账 记录时间地点 日记账 记录前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 分类账 标准的现代富士记账法 有戒必有贷,戒贷必相等。 据史实记账,阿拉伯人发明了阿拉伯数字,向印度人学到了富士记账。 而发扬光大的是佛罗伦斯。 佛罗伦斯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先进的记账技术所带来的商业效率优势,它包括三大特点。 全民记账、富士记账法,和无中心清算。 如果与今天的区块链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从本质上是何其相似。 全民记账所产生的无数独立的流水账本,就相当于区块链上的一个个的记账区块。 富士记账法提供了交叉验证所有账本的有效方法, 这就相当于区块链技术连接各个区块的哈希算法链, 确保了大账本无法被篡改。 佛罗伦斯的无中心清算,靠的是账本之间的数字调整, 这与区块链的去中心思想在本质上完全一致。 区块链真正的意义在于,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斯那张绵密的记账网络覆盖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 不需要人人都成为会计人员,耗费大量时间记账。 所有人的交易流水账会被自动记录。 软体帮你自动进行日记账和分类账的处理, 每个公司或者个人都能实时获得最精确的财务信息。 请回视频简介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